下一个步骤就是当我们点击完成的时候 当我们点击完成的时候 它就肯定是把我们我们需要关闭关闭 至少是结束我们我们的这个扩展的这个UI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追踪的数据 然后保存到保存到这个我们的招聘应用当中去 然后我们可能就需要再更改在这个地方了 Fresh the content editing with completion hundred 然后我们这是它模板生成的 在它模板生成的地方 我们看到有一个combination hundred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干嘛的呢 它这已经有英文意思了 大概意思是说把数据写回 写回到照片应用 结束 结束照片编辑 结束照片扩展编辑 大家可能注意一下 这个结束呢 并不是指的 这个扩展生命周期就立马会结束 这个是由系统完成的 也许马上就结束了 也许可能会稍微等一点时间 好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先把我们需要 我们现在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呢 然后我们把它列出来 然后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 我们的扩展编辑呢 然后意外的推出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保存一定的一些历史的数据痕迹 然后以便下一次呢 我们可以利用它 然后这个主要是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adjustment data 然后我们先写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我们最终生成的图片呢 写回到我们 这个照片应用的某一个位置去 然后现在我们把两个人物列出来啊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一个我们是 生成一个 叫什么呢 ph 然后再加什么的data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保存编辑好的图片数据 图片到照片应用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人物 我们先生成一个啊 aladjust ph adjust ph adjust 看一下 format identify 它可能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反反地址的 com.my.edu pdata data data 然后接着它的版本呢 我们就是0.1 0.1 0.1 0.0吧 然后它的数据我们暂时不写我们就说6 然后这一个放到什么位置啊 然后这一个放到什么位置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output output al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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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这个地方的类似的东西 那么我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这就 因为它 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把这个图片的信息呢就写到这个 url的某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把图片的数据写入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jpg的数据呢 ok 然后这个数据是under 然后可以说一件名就ok了 好 这个url这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刚才看到的output 点渲染的 这个地方 ok 然后现在我们的基本人的任务已经ok了 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选择一张照片 然后编辑 哎 这是把这张图片渲染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写入文 写上一定的文字 写 ok 我们点一下渲染 哎 这张图片怎么消失了呢 哦 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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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